歡迎回來新聞大敗話 我是羅翁哲 再來看到美國跟以色列的情況 現在美國撐腰 以色列是不是變成一個反效果 因為國際法院是強硬回擊了 怎麼說 力挺以色列 美國的眾議院的議長 要邀請所謂的納坦亞胡 來到國會演講 以巴戰爭持續當季 但現在美國的共和黨強聲宣布 要以色列的總理納坦亞胡 即將在美國的國會 來做演講的情況 但是與此同時 加塞的戰火持續燃燒 燒了231天 國際法院下令以色列 立即停止攻擊拉法 到5月24號 以巴戰火已經燒了231天 國際法院現在以13比2做出裁決 正式命令以色列立即停止 在加塞走廊的拉法軍事攻擊 而且當地的人道局勢 已經呈現災難的一個情況了 並且開放物資進入 而且允許調查人員進入拉法 以色列須在一個月內 提出所謂的執行報告 國際法院現在下令 停止攻擊拉法 那納坦亞胡博士說 南非種族滅絕的指控 納坦亞胡怎麼說 他說他博士南非有關以色列 進行所謂的種族滅絕的指控 不實而且令人憤怒 國際法院無權阻止他們保護平民 而且更博士軍事行動 會導致所謂的種族滅絕的指控 再來看到現在變成國際 孤立納坦亞胡 那會不會引起 納坦亞胡的逆反心態 停止對拉法式攻擊 沙烏地阿拉國等國 歡迎國際法院的決定 沙烏地阿拉國跟其他 這個區域的其他國家 國際法院的週五決定 土耳其敦促聯合國安理會 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迫使以色列執行該項決議 那包括了現在不顧 國際法院的判決 以色列的軍隊持續猛攻 而且還空襲拉法 在國際法院頒布的臨時措施 要求以色列停止在拉法的 軍事行動後不久 以色列戰機對拉法展開了 猛烈空襲 那加薩現在以色列 毀滅性的空襲 已經亮出了26死 一方說準備好新一輪的 輪修戰來進行談判 那在加薩走廊的加巴利亞 跟拉法也發生了激烈巷戰 納坦亞胡表示 戰爭內閣已經要求 所謂的談判代表團 繼續磋商 讓人質失禍 但持續延燒的 包括其他國家的態度 有沒有改變 現在看到德國部分 德國他說 他會執行國際法院 逮捕納坦亞胡的令 以色列說這太離譜了 德國怎麼說 他說一旦國際行事法院下逮捕令 他就會協助來執行 以色列駐德國大使 就反駁說 這個真的是太離譜了 如果我們一旦自衛或是被束縛 以色列就有權自衛公開的聲明 就會失去他的可信度 那坦亞胡的發言人怎麼說 他說世界上有許多人 都需要檢查一下自己的道德羅盤 並且站在歷史正確的這一面 但是現在不只德國 法國的態度 大家也非常受到關注 法國表態支持 而且他說 應該要尊重國際法院的獨立性 不可放任有罪不法的情況 我們來看到法國他說 他支持國際行事法院的獨立性 而且也支持所謂的打擊 有罪不法的情況 法國也警告以色列 必須遵守所謂的 國際人道的主義法 尤其在加薩走廊的平民傷亡 已經讓人家無法接受 對於人道協助也應該有所攔阻 瑞士也說完全支持國際行事法院 那誰在不甩國際行事法院 現在美國好像是不甩國際行事法院 拜登說不會幫ICT逮捕納坦亞胡 拜登怎麼說 我們認為以色列的所有所作所為 跟哈馬斯並不相同 他們並不承認ICT行事的管轄權的方式 就是這麼簡單 至於現在紐約時報追問拜登 有關納坦亞胡的逮捕令時 拜登居然動怒了 我們來看看這段畫面 謝謝 我們請問 記者說他有兩個問題 但是拜登說你只有一個問題 而且你這樣不守規矩 他也說我們已經表明了 在國際法院上的立場問題 換回來請教賓哥 賓哥你怎麼看 現在美國撐腰以色列 是不是變成一個反效果 我覺得美國在這件事情上的處置 越走越離譜 而且把自己陷入了 更尷尬的處境當中 我們都知道 美國一定支持以色列 這個是不用講的 大家都曉得 美國已經在各種層面 去援助以色列 可是對這種國際上的公憤 照理來說美國應該要低調 你頂多就是拜登講說 我們不承認國際法院 對我們有管轄權這樣就好 因為美國向來 是不承認這個東西的 所以你就用這種低調方式 回應就好 結果你們現在居然 要把納坦亞胡到美國國會去演講 這麼高調 這個是在國際法院通緝的人 然後歐洲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 已經認同他正在進行種族屠殺 結果你把這樣一個 被國際公認的種族屠殺的兇手 一個嫌疑犯 一個通緝犯 讓他到美國國會演講 這個擺明了 就是跟全世界對著幹 基本上就是這件事 所以美國自認為 自己是自由世界的領袖 結果再做一個包庇 你包庇縱容 種族屠殺也就算了 現在還把種族屠殺的通緝辦 就要到美國國會演講 那請問一下 美國以後還怎麼去跟人家講 你什麼自由民主人權價值 你都不用說了 因為沒有人會相信了 然後講這次越來越多的國家 像這幾天愛爾蘭 西班牙 這些國家開始承認了 巴勒斯坦國的國家地位 然後現在瑞士 德國 法國一個一個表態 說國際法院如果真的發了 那個逮捕令 我們就來逮捕 你納泰亞胡子要出現 我就逮捕你 這個都是在表明一種態度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國際法院的命令 很少有人執行的 很多國家都不甩這件事 可是這些國家 為什麼要做這些表態 納泰亞胡也不會去這些國家 為什麼要做這些表態 其實就是在告訴美國 你該趕快阻止納泰亞胡的 不能道行進 然後結果美國不但不阻止 還堂而皇之的邀請納泰亞胡 請問一下 美國這樣做是對的嗎 我知道拜登現在因為11月要選舉 他壓力很大 他不能得罪猶太金主 可是問題是 你美國這麼高調 去幫助以色列 去公然跟國際對抗 這樣子對拜登的選情 真的會有加分嗎 我覺得納泰亞胡到美國 搞不好是另外一個 學生運動的開始 非常有可能 你覺得那些學生會在 校園抗議 納泰亞胡人都到了美國 這些學生不會去抗議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拜登做了一個非常愚蠢 而且錯誤的決定 我覺得現在還有時間 拜登你應該改一改 不過我認為拜登是不會碰 是 請教呂進場 基本上來講 我們所看到的國際刑事法院 它是因為大家簽署了 羅馬規約所組成的 羅馬規約裡面規定 國際刑事法院 它可以接受的 具有管轄權的 一共也只有四個罪 四個罪也就是滅絕種族 危害人類戰爭罪以及侵略罪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納泰亞胡 他一次就滿足兩個 他一次就滿足說 危害人類罪以及戰爭罪的部分 在這兩個罪裡面 我們這樣來看 如果以危害人類罪來看的話 它一共有表列12項 我們可以看到謀殺 滅絕 驅逐出境或強襲遷移人民 不是嗎 不就是這樣嗎 我們現在看到在加薩走廊 不就是這樣嗎 把加薩走廊北部的移到南部 從南部的右縮要趕到 靠海一側 這不是一直都在 強迫人員遷移嗎 而且你不斷的 你就是對 你都說 反正你只要看到人 你都說他是哈馬斯 這不是就是滅絕跟謀殺嗎 這就是我們講 危害人類罪的部分 至於戰爭罪 第一個 故意殺害 那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故意殺害 那當然 現在大家可以不執行 那之前還記得我們在2022年的時候 有討論 是不是俄羅斯 他對於烏克蘭也有類似的行為 的確是 那個時候 我正在上國際法的課 我有問過我的國際法老師 那如果大家都不執行的話 他說 那個會造成什麼樣呢 我的老師說 那就是你國家人格的毀壞 什麼叫做國家人格的毀壞 還記得嗎 當時俄羅斯派代表在 在聯合國演講的時候 所有的外交官全部起立離開 那個就是你的國家人格的毀壞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如果繼續下去 然後而且我們之前看到說 在聯合國大會投票 其實143票同意 9票反對 25票 棄權通過 認定巴勒斯坦符合聯合國現招 這個也就是對於美國跟以色列 最大的駁斥 也就是我拿你們沒辦法 可是我們每一個國家 陸陸續續的 都慢慢承認巴勒斯坦 雖然他現在劃不出領土 雖然他對於現在的 某些土地被以色列霸占 然後他沒有辦法解決 但是大家已經承認他的國際人格 這個才是對於美國跟以色列 最大的打擊 我們要注意一件事情 第一次 第二次世界大戰 怎麼發生 也就是當時的國聯 他已經沒有效能了 在這個國際舞台上面的 有關於這些強權國家的制衡 他已經缺乏力量 還記得嗎 今年年初的時候 英國的國防部長說 現在是戰前時代 然後沒過幾個月 波蘭的總理也追認這件事 現在是戰前時代 為什麼 因為美國跟以色列 正在破壞國際秩序 請警告李教授 對 因為以哈衝突到現在 大概有兩條戰場 一條是就是在地面上的 在加薩走廊 第二條就是國際輿論 外交戰跟國際法 相關的一些議題 這個議題其實在過去一兩個月 有非常多的一些新的進展 我覺得是給以色列跟美國 很大的一個道德的壓力 第一點就是像剛才已經有提到 部分的國家 比如說像貝里斯 哥倫比亞 波利維亞 他們已經明白說跟以色列斷交 像哥倫比亞說我直接要設 巴斯坦的大使館 這第一個 第二個在外交上 挪威 愛爾蘭 西班牙 是在5月22號公開說 我們承認巴斯坦的地位 就是在雙邊 多邊就像剛才艦長所提到 因為是一開始在4月份的時候 在安理會有討論 提案 就是巴斯坦的 這個會員國地位 聯合國 但我們知道是一票否決美國 英國跟好像是瑞士 是基礎棄權 其他的二國是戰爭 但是這個議題會送到大會 做進一步討論 大會結果就像剛才艦長所說 大概有143票贊成 9票反對 25票齊全 他們是怎麼說 希望安理會重新考慮 因為聯合國的會員國的地位 第一步的關鍵是安理會的推薦 但是過不了 但是即便如此 在大會裡面 140幾票的支持 還是顯示出 這是個國際輿論的溫度計 很明顯 第三個還是要 我們要區分一下 一個是國際刑事法院ICC 一個是這次的ICJ 是聯合國的國際法院 ICC是很明白 5月20號 警察官是以涉嫌戰爭罪 跟違反人類罪 他其實起訴大概五個人 以色列是包括內塔亞胡總理 國防部長荷蘭 還有哈馬斯的三位領導者 我覺得還算是一定程度的公允 那就是逮捕令 逮捕令很特別的 令人意外的地方是 西歐大國 剛才已經講到 法德基本上是尊重 就是配合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 從去年年底開始 南非向國際法院 那是ICJ是聯合國的國際法院 以以色列違反 這個種族滅絕罪 希望ICJ出來主持正義 ICJ的這個決定 是1月 3月 4月跟這一次都有 基本上最重要是1月份 要求以色列採取 六個臨時措施 這六個臨時措施 他並不是馬上判定 以色列犯了所謂的種族滅絕 1948年的種族滅絕公約 他說你要防止他 避免他 要約制IDF 要想辦法提供人道主義的援助 要在一個月之內提供報告 但基本上以色列不會理會 3月份有做一次 最近這一次是 前幾天 他是經過了聽證之後做的決定 基本上是鎖定在拉法 也要求以色列要提出報告 但基本上以色列的回應 是非常的強悍的 所以 但是我們也知道 像是ICJ或是ICC 即便他有些判決 或是他有些認定 但是還是要靠執行 執行其實是要靠各國的配合 所以目前來說 這些從剛講多邊到雙邊 國際間的一些決定 我覺得不會有很利極明顯的 這種影響 但是會傷害到比較是 以色列自己的一個國際上的威信 跟他的道德的正當性 拜登我覺得他是處於比較困難的局面 因為真的是他也在選舉當中 非常的複雜 好 我們休息一下廣告後來繼續討論